大家好 歡迎收看 今天請投資 台股連續大漲三天 為什麼可以那麼強 當然跟台積電這檔股票有關係 上禮拜 台積電回檔 來到前陌低檔 我說來到1月18號 這個位置 這叫支撐 不管跌不跌破 你都要買 因為它會漲 有沒有講對 為什麼那麼多人 喜歡看親老師的節目 因為我可以幫你掌握未來 如果你知道一檔股票 未來會怎麼走 跌的時候 你就敢跟我買 是不是 所以台積電這檔重量級的股票 我在上禮拜二 1月26號 跟你預告 支撐就是這一根下影線 來了就買 不管有沒有跌破 你都可以跟我低接在598附近 上禮拜是來啦 對 這一根下影線594啊 所以來到598的一個台積電 我說可以低接 你自己亂追在679附近高點的 我說不要殺低 很多新進的一個朋友 因為之前受到爆章媒體的影響 告訴你台積電 可以存股啊 拼命的買 有些人是買在高點的 還好我上禮拜是特別提醒你不要殺低 因為我的策略來到這一根594附近 就低接了啊 那禮拜五 有沒有關破594 有啊 有 我們告訴你 它還是會談啊 上禮拜我是最關鍵性的一天 它開高走低 來到591 跌破594啊 我說它還是會談 上禮拜四的分析很清楚啊 所以594或是所謂的591 你當然還是可以站在買幫嘛 尤其是禮拜一啊 台股早盤一開一滴嘛 台積電還有587讓你買 做對做錯一來一往 差了快八九十塊錢 希望七老師節目的一個內容 所提供給你一個方向 你可以做對邊 所提供給你低接的策略 你可以跟著一起來逢低乘接啊 是不是 台積電 禮拜 台積電上漲17塊錢耶 昨天來到638 今天最高642 642啊 591 你這個位置你擔不擔心啊 清老師有沒有適時的提出我的看法 拉你一把 我沒有讓你沉下去哦 我沒有讓你溺水哦 當你快要喘不過氣的一個同時 告訴你591還是可以買啊 因為他還是會談 他還是會談啊591到今天642 大概51塊錢而已啊 是不是 所以整個台積電的一個架構 其實我之前的 這個位置也告訴過你啊504啊 買啊 因為多頭股票回撤支撐 你都要站在買方 還記得嗎12月15號 他從高點525回檔來到504 也是回檔啊 跟上禮拜的分析一模一樣嘛 來到504的一個台積電 我說短線支撐 接近了嘛 買啊 買了之後你就可以大賺一波 來到679 這個波段 175塊錢啊 這是你之前看過的一個 操盤的一個經驗嘛 這邊買支撐504可以大賺179塊錢啊 那這一邊591買的 到今天為止 51塊錢啊 也是不會賺錢啦 那大小的股票 竟然是如此的 給你一個最精準的分析 2500多億股本的股票啊 台積電 我就說得那麼準啊 那其他的個股呢 難得倒我嗎 難得倒我嗎 是不是 所以大盤的分析也是一樣 上禮拜四來到15320 前波低檔嘛 我說支撐接近啊 上禮拜四我都在買股票 我都在買股票啦 我不會因為禮拜五一根長黑打下來 來到15138 灌破1月18號的低點 我就告訴你 我賣光光了 我就告訴你這盤走空了 沒有 跌破全部的低檔支撐 我說還是會彈 而且我要特別叮嚀你 他會強彈 因為多頭的關係沒有改變嘛 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接下來禮拜 盤中大漲300點嘛 收盤大漲271點嘛 早盤跌了48點 再給你一次機會 上車的最後機會啊 禮拜二昨天大漲350點嘛 那今天呢 盤中用大漲了136點啊 為什麼盤可以那麼強 回檔了1100點的台股 三天他就彈升了700點啊 為什麼可以那麼強 因為 把印股市的一個經濟數據 它是往上的啊 股市經濟除瘡嘛 那經濟的數據呢 你看一下1月18號 台灣景氣對策勳鬧燈 本來是四個綠燈 非常的一個漂亮 現在呢 黃紅燈啊 黃紅燈代表景氣熱絡啊 景氣沒有往下盪啊 昨天不是又給你看一個 最新的一個經濟數據嗎 1月為了PMI 採購經營指數創下新高 而且是連續7個月 多在50這個數字之上 那你還在擔心什麼 你還在擔心說 疫情的影響 疫情每天人數在增加 同時會讓全球股市崩跌 你想太多了 全球股市有崩跌嗎 道瓢這兩天 紅K棒耶 道瓢 在上禮拜一樣創下利益新高啊 美國科技股也是一樣啊 昨天大漲嘛即將又創新高啊 美國盤 走多還是走空 你看圖說故事你就知道了嘛 所以在去年度的10月底 我就告訴你呢 美國第三季的經濟成長率 飆上利益新高 他有因為新冠疫情的影響 而經濟數據呈現衰退嗎 看數據啊 不可以人家說一個姓 你就生一個姓 人家看到這樣亂開情 你就跟著喊空 你就跟著做空 你想太多了吧 你想太多了 不僅美國的經濟數字 是如此的一個漂亮 歐洲12月的製造業指數呢 一樣 32月以來一個新高啊 所以在在的顯示 疫情 對於股市的影響 早就頓化了啦 真正的 是景氣面的一個數字 它是往上的 既然是往上的 所以為什麼上個禮拜 台股急殺 我告訴你要站在美方 沒有錯吧 所以這檔郁金光 平概股的 賺兩個股本 我日升他回檔了200多塊錢 這夠低了吧 我有帶你去追這個高點嗎 沒有嘛 回檔200多塊錢的 平概股的郁金光 低檔轉折向上啊 可不可以買 郁金光的基本面 好不好 再看一下嘛 再看一下嘛 108年度整年度賺24塊錢 去年度的前三季呢 就賺了18塊錢啦 有沒有超過兩個股本 它是不是基尤股 所以呢 低檔轉折向上 買點浮現 466你跟我買 實驗家會給你對過了嗎 買完之後 會來到495 1月20號開高走低 我給你的建議 叫做 有回檔都可以再買 夠不夠清楚 你會不會低接 有回檔都可以再買啊 所以上禮拜四 它打到473.5 有沒有看到 473.5啊 你當天不買沒什麼低點了 這樣分析 夠不夠明確 什麼連續性的一個追蹤的一個操作 對你來講 才是一個 真實跡下的展現 你看不出端你嗎 再看你一遍 當它開高走低 我說有回檔都可以再買 禮拜一就提供給你的一個操作建議 那禮拜四有沒有回檔 跌到473.5啊 不買沒低點了 不買沒低點了啦 所以整個玉金光 466可以買 480以下可以買 禮拜五又好像開高走低了 我說iPhone12大賣 那憑蓋股的玉金光 不然你在怕什麼 你在怕什麼 我上禮拜就告訴過你啦 他 面對台股的擊殺 他不再破底啊 所以接下來 就怎麼樣 往上啊 我這樣跟你說嗎 我上禮拜 以及這禮拜 我這樣跟你說嗎 所以iPhone12有沒有大賣 蘋果禁營收突破1000億美元嘛 為什麼 iPhone12大賣 真實的數據 才是你要參考的一個佐證嘛 是不是 所以既然iPhone12大賣 你怕什麼 你怕什麼 你拜不是來到493了嗎 今天玉金光 526了 有沒有大賬啊 創價短波高耶 從466到526 40塊錢 寫錯了 應該是60塊錢啦 466嘛 526嘛 應該是 我改一下 改一下 應該是60塊錢啦 沒有錯吧 那今天的尾盤 當然稍微震盪壓低嘛 連漲三天的台股啊 他當然會有一點 獲利性賣壓的調節啊 玉金光也是一樣啊 跟大盤 差不多嘛 這個都很正常啊 所以當明後天 即將封關的同時 盤可能會稍微震盪 整理 如果盤中有低點 當然還是可以低接股票 至於什麼股票 在明後天可以低接布局的 可以報股過年的 這將是 非常決戰的關鍵時刻 這個行情當然可以報股過年 只說你要報對股票 你要報對股票 親愛同朋友 你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行情的架構跟脈絡 樂不樂樂 樂不樂樂 親愛同朋友 不管是台積電的一個走勢啊 這低點 抓住了嘛 那 玉金光的走勢呢 466 480 到今天526 整個玉金光的一個架構 我找一下 整個玉金光的一個架構 今天底部正式的確立 怎樣底部正式的確立 很明白的一個 向上轉折的一個訊號 已經浮現了 我上禮拜就跟你講過啦 玉金光 在上禮拜 台穀沙山龍的同時 他已經 跌不下去嘛 所以今天轉折向上 這叫做底部 這叫做頸線 所以這檔玉金光 當然還會再漲啊 當然還會再漲 華訊 今年度的12月4號 我趁他回檔5天 44.1站在買方 不是只有一次啊 12月7號 44再低階嘛 連接兩天的低檔的華訊 從44呢 一路的往上漲停 有沒有 漲停 然後呢 衝高來到116啊 光是這一大段 你可以賺160%啊 那趁他回檔啊 如果這一段沒賺到的 上禮拜是回檔8天叫轉折 來到支撐可不可以買 很清楚吧 我買到80.6啊 買完之後有沒有亮燈 亮燈完之後 禮拜五早盤有先短賣一趟 那如果沒有賣的 上禮拜是沒有接的 那禮拜再給你一次機會啊 對不對 支撐 就在這個位置嘛 所以禮拜早盤 是一個很好的 再度上車的一個時機 77啊 這時間家會跟你對過嘛 當初在76.8嘛 77接尾啊 殺下來接 盤中 拉上去 尾盤達到77.2啊 在我的買進成本位置附近 我當天節目也告訴過你 我就是有接尾啊 我會因為他尾盤殺下來 就躲起來嗎 就告訴你華旋這張股票 是不可以做動作的 我是看壞他嗎 沒有 一位真正有實力的分析師 敢面對觀眾跟會員啊 尤其當股票回檔的時候啊 對禮拜一的尾盤啊 殺下來啊 你看我節目 我也告訴你他殺下來啊 但是我說 再給你一次機會 我就是接回再七七嘛 那禮拜不是漲了嗎 4.4% 今天華旋呢 5.7% 兩天多的快 一根漲平盤 所以禮拜 是一個 決戰的關鍵點 相信同朋友看得很清楚啊 所以這個行情 還蠻不錯的 回了1,100點台股 3天可以往上揚升 將近700點 強啊 強啊 所以明後天 封關之前 有什麼股票可以低檔布局 讓你報告過年的 你不曉得 如何操作的 紅包三重你 讓青老師來幫助你 尤其你手中的股票 你一定想說 你 目前的持股 哪些是可以報告過年的 哪些是封關之前要賣的 你知道嗎 如果你知道你自己去做一個 所謂太弱流強的動作 如果你不知道 剛好利用這個 紅包三重你的優惠活動 讓青老師來幫助你 我幫你看 應該會比你高明一點點 是不是 這青老師的謙虛的說法嘛 所以需要我協助的地方 免客氣啊 快過年了嘛 送你三個紅包啊 大家來沾沾喜氣啊 第一個大紅包 現金1萬塊 第二個 多了三個月 光是這兩個紅包就物超所值的 就非常的值回票價 最重要的 一個大紅包 直接升等 只有這一次 以前我沒有推過啊 我已經講了好幾天嘛 因為那個對公司的營運成本差太多了 價格 真的殺很大 所以這次的一個直接升等 普惠可以直接 跳一級 達到特惠的等級 特惠的等級呢 可以直接升等尊榮會員的等級 模式 就這麼一次啊 我跟你保證以後沒有 以後沒有啊 所以 對於支持我的救會員 你現在不管在哪裡啊 回娘家 回娘家 比照辦理 竟然是給你的優惠 一定會讓你滿意 謝謝 再會到見面一個現場 飛凡商業台 財經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點到下午一點半 非凡搶先報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觀點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聞通 鎖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欢迎各位到前面现场 这档游戏股的形象 第二档的操作表现 也不错 一档股票的一个价值 在清老师在他没大涨以前 先搭带你逢低成绩 如果你可以看到未来会涨 抵的时候要不要买 这都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只是说当他回档修正 真的在抵的时候 你敢不敢出手 就像上礼拜四礼拜五 台股杀身隆隆 你看完节目 应该很过瘾吧 正确的投资方向 在股票还没大涨以前 先提供给你 这样才是知道了 是不是 所以这档性向 很赚钱的公司 EPS超过30块钱 当他修正了300多块钱 从900多来到683 耐心低接等喷出 还没涨的时候告诉你要 耐心低接等喷出 他没有喷出 喷出 已经赚了91块钱了 量先价型概念 看到这根天亮 当然以后还有高点 所以他创新高之后回档 报纸 跌的时候告诉你报纸 1月18号 寒假下运 所以还依然看好 在最关键性的777 这个数字的同时 我就告诉你 当下 你会看到什么样的一个 刺激 对股价是正面的 寒假的效应 对游戏股 当然会有所正面的一个 加持作用 所以讲完之后 20号 盘中大涨24块钱 21号跌 回档修正 我说会再创新高 有没有 回档修正 788最低781 跌的时候告诉你 会再创新高 讲完之后 隔天马上大涨 接下来真的创新高 那接下来就做减码 从683到850 这样一买一卖 167块钱落袋 怎么低档耐心低接的 如何告诉你 寒假的一个效应 支撑 守住 所以冲出去才做减码 683到850 这样一买一卖 167块钱 10张 167万 很清楚的一个做交代 所以呢 850减码的一个形象 昨天 利用盘中 795以下结尾 21分 9点21分 792 你去对价 是不是很难卖 你850有卖的 差了58块钱 差了58块钱 可不可以低接 我问你啊 高档有减码 低档就可以做接回 一接回 盘中811 今天盘中835 790到835 又多了45块钱了 财富的累积 就是这样一趟一趟的 创造出来的 所以我常跟你讲嘛 操作股票的一个 基本态度跟原则性 低进高出 高出还在低接 你一定要这样的操作 你才有办法 将你的财务 不断不断的 往上堆叠 累积上去 否则你每天都涨了 去追 跌了乱砍 你是要怎么贪钱 我问你 这种建议台股 回到1万点以下 你如果都喜欢 涨上去追 跌下来就马上砍了 财富跟你没有缘分 财富跟你没有缘分 所以呢 如果一段一段的 将一档股票的 波动循环的一个架构 高低点抓清楚 累积你的财富 需要先老师帮忙的地方 红包三重你 自己好好把握一下 三个大红包 唯一的一次 献给非凡的电视机观众 以后没有啦 我以后跟你保证 没有什么 直接升等的方式啊 这次是特别 跟公司要求的啊 当然对救会员 金老师比照办理 同等的照顾 好不好 华晶科 礼拜一 我说这叫平台支撑 哪个平台支撑 可不可以买 清楚吗 跟当时候的一个台积电 买在那个504的位置一样 接近平台支撑 站在买方啊 华晶科的营收 新高 西手高通日月光 打造5G的一个智慧工厂嘛 所以呢 底部的一个平台支撑 已经出来嘛 礼拜来了 买啊 买在35.5嘛 这时间加我都跟你对过啦 对我只是不好意思说 我买在35.1嘛 因为当时价格35.1啊 我发购金35块半嘛 尾盘 当天 34.75耶 杀下来 我就告诉你 我一样有买啊 不是吗 尾盘杀到34.75耶 平盘以下 我已经明白告诉你 我有买 平台支撑的位置 来了 就逢低承接啊 你在客气什么 隋整华晶科今天盘中大涨4.6% 表现也还不错啊 表现也还不错啊 所以这个位置 都是一个 可以进场的一个 建物实际啊 明白讲就是如此啊 所以不要怕跌 跌的时候不买 你什么时候要买 你也知道投资讲究是一个 风险跟利润的考量吗 这是一个 翘翘板原理嘛 风险一压低 利润才会出来往上翘啊 所以你投资股票 要买低的还是买高的 大家都说 我要买得低 上礼拜我们要请你买低一点 上礼拜当台股回档 1100点同时 礼拜是礼拜五 我说如果你是聪明人 你这个时候来要红包 我会给你一个非常漂亮的 低档承接位置 没有错吧 结束同 8086的红杰科吗 来到支撑啊 这位置是不是一个买点 是还是不是 亲爱观众 我不是吃肉放炮 难道是今天来到174 你才说红杰科今天赶快买啊 赶快买了之后会怎么样 你自己看收盘你就知道啊 所以好的买点 当然是要有一位高明分析师 带你进场啊 1月18号的红杰科 回档三天来到支撑 趁大盘重做低接啊 有没有来到137点尾 营收新高啊 筹码很稳啊 低接在141平板以下啊 1月18号的低接完之后没有低点了 隔天大涨6.7% 20号回档 我为什么告诉你表现不错 当然看好他未来还会再涨嘛 我则跌了3块半的红杰科 谁会分析他的好 谁啊 再下我嘛 是不是 我说他会不错耶 隔天就开始大涨啊 创新高啊 就涨停板啊 又涨了快7、8 第一波段将近三成 这样就三成了 礼拜刷到149 我们告诉你这要支撑 不要杀低哦 如果你是最高的 如果你空手者 可不低接 低接就是低接嘛 他在路上不是在去呢 他跌到149 是跌耶 那些棒耶 告诉你不杀低要低接 因为支撑已经接近了 当然可以买啊 礼拜二呢 昨天呢 大涨88 来到168 尾环收最高啊 今天红杰科已经来到174了 来到174了 149不买 然后今天174 差几块钱 差了25块钱才去买吗 自己看图说故事 你今天如果因为红杰科 公布云月营收 创下五年新高 然后呢 才忍不住跳下去买的 你今天 可能又会成为一个烫手山鱼啊 那明后天如果稍微震荡一下呢 该何聚何从 双红上次来到 低档整理末端买 上去246卖 30块钱落袋嘛 都跟你分析过了啊 那246卖掉的双红 来到这个215附近嘛 我已经有机会了啊 那目前这张股票呢 股价更便宜了 我认为双红整理完之后还会再涨啊 所以呢 我根本不害怕 目前双红的震荡洗盘过程 那是你可以再度低级的一个时刻 所以未来行情不晓得如何掌握的 你手中持股 到底该不该报过年 需要欣赏老师协助你的 红包三重你 自己好掌握一次 再度的提醒你 这个直接升等方式就这么一次 保证以后没有 你有需要 自己打电话进来 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互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